所以说奉献大家一句 如果有条件有机会的话 尽量就是别找对象 我这他狗已经长了十个月的大狗狗了 作为马犬和德木两大工作犬的圈 他也到时候来这种地方逛一逛了 洛杉矶最大的工作犬用品商店 主要是托利尔教练的福 这里边他经常来 没有他的话 一般人都不知道洛杉矶还有专门卖这玩的地方 关键还能带你的工作点来这里边试来 试好再买 哥呀别给你拽坏了 不然房梁好了 大狗胜地我觉得他家事 这玩意儿是干啥的 这玩意儿就是给狗发泄动力的 让他咬的 这里边诈一看跟传统的宠宠商店 也没啥区别 赵将农你看好东西 这是训狗专门穿的马甲 有啥区别 感觉不一样 不跟你说的出来 好专业呀 感觉学费都白咬了 就是训练的时候你搁的东西多 放球啊 放狗咬棒啊 然后这个衣服的料省得狗哭你 看这哑链们 他以后练咸曲就叼这个玩 四斤多 他能叼起来吗 我现在没练过 估计够强 我试试 TACO get it 可以啊 可以啊 你真丢啊 这是哪个训练项目 需要这玩意儿 这个是服从里边的 那个哑铃咸曲 需要这个东西 这比赛专用的呗 对 比赛专用的 这样子你看呗 这个屁鞭子 平常我训练TACO也用这玩意儿 我只要一抽出来响了 TACO马上就进入呼吁状态 就开始要咬人了 听鞭子响 就是命令呗 对 搁这能试一下吗 可以 是这样的吗 小点声 扰音 你看这个布条是给小狗咬的 这些麻瓣呢 是不同的年龄段的狗 咬不同的硬度 完了 被咬了 要不再买了吧 给它玩吧 这个咱要了 TACO你成功能让我花钱了 这边还可以准备这个跳 可以让手跳里跳去 那试一下 TACO 人家可是麻犬 你很清楚 再升一下几杯 来吧 走到最高 这能跳过去吗 TACO真的可以跳过去吗 TA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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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犬一般都比较凶 如果咬人的话 他得戴上这口罩 这不就是传统的狗带嚼子 瞎唬泪呢 就警犬的气质马上出来了 这是给狗吃各种生肉 玩生的肉 这玩意顿顿吃个老贵了 带狗来这种地方 像带孩子逛公园的这个 遇到这种设施 自己上的门也没了 不用人牵着 回来看这边 自动 知道这块好玩 今天就买这些东西了 连零食带各种咬的东西 都是试好了之后才买的 是吧 都是你喜欢的吧 所以说奉献大家一句 如果有条件有机会的话 这链就是别找对象